嗨,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你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也別忘了五星評價喔 今天的主題是 台版美國運通卡 籌兵積分轉換心得分享 那我們現在跟大家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你如果申請的是 長榮千丈百金卡 或者是這個千丈百金卡 這種普通的 你新护理如果選擇的是積分 就是至少有五萬積分 那如果你選的是長白的部分 嗨,我是寶可夢 欢迎回到寶可夢卡 其實我們好像 沒有跟大家真切的聊過 這個美國運通的籌兵積分 這籌兵積分到底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像 國泰世華的小數點一樣 就是各家銀行各自的積分跟點數計畫 它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消費者留在他們自己的金融生態券裡面 然後讓你離不開它 所以它都會有一些比較有趣的特性 比如說點數積分是三年之內有效期限會過期的 那你就要不斷的去累積積分 不斷的去做消費 這是它的一個特性 但有些銀行他們會反其道而行 這反其道而行的意思就是 它不預設這個積分的到期日期 所以你只要持有他們的卡片 你就可以一直的去累積 那像美國運通的就是這樣子 一開始其實很多銀行的點數系統 都是沒有這個效期的 可是後來呢 他們為了成本上面的考量 其實都紛紛設定了兩年到三年的效期 好像國泰斯瓦的小數點 它也是會過期的 那就是這個三年左右就會到期 所以你有這個小數點 你也不要把它放在帳上都不理它 因為時間到它就是會不見 那美國運動它的特色就是 他們希望你不斷的去用它的卡片做消費 所以它不會把這個積分設定 就是兩年之內到期 你只要持有這張卡片 你的積分都不會過期 它這個積分大概是每半年左右 會去更新一下這個裡面的內容 跟活動的數字 但是其實他們在台灣大概二十幾年了 就是都沒有改掉這個規則 所以它的積分到目前為止 它都是不會過期的 這個是它的亮點 但是它的累積比例 也沒有其他銀行那麼好 因為其他銀行可能 你像小數點的話 它可能有這個2% 3%的回饋 那換算起來可能 這個長榮有最优10元1里之類的 但是美國運動的話 它就是比如說千丈白金卡 它就是30元1里 那你如果是累積海外消費的話 就30元2里 就是額外加碼一倍 那如果你辦的是這個長榮千丈白金卡 它就是25元1里 那海外消費的部分就是再加碼50% 所以這個是蠻特別的玩法 就是它的刷卡回饋的比例 感覺上沒有那麼好 但是大家還是會持續的去用它 前一陣子我在PTE上面有看到 有一個人在分享 他申請黑卡的經歷 然後他就說 其實黑卡的累積比例 大概是比大白再多20%的回饋 所以等於是國內是25元1里 可能沒有到這個20元1里 這麼有吸引力 但是呢 有到20元1里好像也是不錯 但是海外就是30元2里這樣子 所以這個刷卡累積的比例 其實我個人覺得還好 就是很普通 沒有到非常具有競爭力 那你要怎樣才能夠累積到 這種大量的積分呢 我個人覺得 可能就可以去參加 他們所謂的 親友推薦的活動 你只要申請美國運動卡 並且持卡滿一年 之後的第二年開始 你就可以產生自己的推薦連結 然後就可以 網發親友 叫他們一起上車 但是你必須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美國運動的信用卡 都是需要繳交年費的 小白要8500 大白要36500 那甚至黑卡的部分 黑牌應該是比較少人 在做親友推薦 畢竟他們的省合資格滿嚴格的 所以就需要繳交 第一年36萬的年費 然後還有入會費 加起來就是36萬 這可能不是一般人 可以就是隨隨便便就 就就願意支付的金額 所以他的推薦活動 給的推薦你 其實是蠻好的 比如說推薦大白 一個人上車成功 就是1萬積分 推薦小白 一個人上車成功 是5000積分 但他後來變少了 變成3700 就是他的積分累積的 這個數字 如果你要快的話 你就是要參加 這個推薦活動 那你才可以拿到 比較多的積分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就是積分可以兌換哪些東西 他其實有兩個不同的面向 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兌換的是航空公司的里程計畫 還有飯店點數計畫 另外一個就是一般的商品 比如說你如果想要換最新的iPhone 15 他的商城是可以換的 但是他的兌換比例 可能就是要9萬點10萬點 才能夠兌換 其實我會覺得 好貴喔 就是你一般 如果你要累計10萬點的話 你知道刷多少錢嗎 30元一積分 你算起來就是要刷300萬 對不對 其實我個人覺得說 如果我要一支手機 我幹嘛不直接去買就好了 然後你用這個點數換 感覺起來就是蠻廉價的 但我覺得美國運通的積分 比較有價值的是 可以拿來兌換航空公司的里程計畫 他以前是有六大航空公司 可以做兌換 那目前呢 就是他已經公告了 在2024年開始呢 华航就不能兌換 剩下的五大航空公司的計畫 分別是長榮航空 然後還有太航的皇家蘭花計畫 然後還有亞洲萬里通 跟新航獎勵計畫 然後還有馬航的富裕飞行計畫 總共有這五個 那你一開始就覺得說 怎麼那麼爛啊 就是一開始不是有六個 然後你現在華航最大 大家最愛的都拿掉了 那還有什麼好玩的 可是事實上你知道嗎 在十年之前 他其實是沒有長榮的 對 其實一開始他的五大航空公司計畫裡面是沒有長榮 那只有華航的部分 所以他這部分其實是會依據時代的演進而牽進不同的航空公司跟里程計畫 然後我之前有打電話去詢問就是 你們這個航空公司的里程計畫到底就是有沒有要做改變啊 因為你既然少了一個華航你總要形成一點東西進來嘛 不然我會覺得說都沒在做事這樣子 然後他說我們其實有在洽談了 但是呢最後的結果就是1月1號才會公告 所以我也是蠻期待 最好是可以把什麼星宇 或者是大家比較熟悉的日航 或者是那個ANA把它簽進來 那就不一樣 這個我就會舉雙手雙腳贊成 這個就很厲害這樣子 除了這五大航空公司之外呢 就還有兩個飯店的點數計畫可以做兌換 第一個呢是萬豪的旅想家 第二個呢是希爾頓的系統 所以這兩個部分呢 其實也是可以用積分來進行兌換的 那我們現在跟大家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你如果申請的是長榮千丈白金卡 或者是這個千丈白金卡 這種普通的 你新护理如果選擇的是積分 就是至少有5萬積分 那如果你選的是長白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5萬的長榮里程就進去了 那你申請的是千丈白金卡 就是5萬積分 這5萬積分呢 你如果拿來兌換 華航或是長榮的里程 它進去就是5萬 那我們也知道現在這個華航 它是要亞洲區的商務長要6萬 才能夠換 所以少了一點點 你得自己再刷 但如果你兌換的是長榮的部分 你已經可以換亞洲區的商務長來回票 商務長來回票 亞洲區 比如說你飛巴黎島或飛日本要多少錢 大概要1萬6到1萬8 所以它的回饋率 我個人覺得不會太差 那如果你把它兌換 比如說萬豪 它是1000積分兌換900里 所以說如果你是5萬的話呢 你這樣算一下就是45000分 那你知道45000分的萬豪點數可以兌換什麼東西嗎 其實我已經有幫你查過了 因為我朋友他在明年4月份的時候 他要去住威斯汀 其實萬豪的點數會員系統 因為他把他的留所飯店分成9個不同的等級 那等級最高的 比較前面的 其實就是威斯汀系統 那威斯汀系統在台灣有2000飯店 一個是桃園大溪利富威斯汀 這個我去住過有跟大家分享過 另外一個是在宜蘭的 那我朋友他有查過 他住禮拜六 明年4月的禮拜六跟禮拜天 他的點數其實有差 比如說如果你想要住的是桃園大溪利富威斯汀 然後禮拜六晚上去住的話呢 你得花49,000積分 才能夠兌換一個晚上 但如果你是禮拜天晚上的話 只要45,000積分就可以兌換 這中間就是差了4,000積分 那你想想看 你辦了一張大白 他給你的點數 剛好你可以去住一晚 大溪利富威斯汀的度假酒店的晚上 免費入住 但是沒有早餐 那你覺得划算嗎 因為他一個晚上要多少錢呢 我已經查過了 大概1,500,000到1,600,000 所以好像跟金票價格差不多對不對 但是我個人覺得 飯店到底有沒有就是這個價值呢 我覺得你自己還要再去思考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那個什麼旅展啊 一些額外的優惠 或者是你在淡季的時候去住 其實他都是低於這個價格的 甚至你可能1萬塊不到 你就可以去住住了 但是你用點數去換的時候 我會覺得這麼多的點數 但是只換一個晚上 感覺上不是那麼的划算 所以我覺得你就要去思考一下這個點數的價值 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anyway 我覺得美國運通的積分有它的亮點 因為它的亮點就是不會過期 那再來就是可以兌換五大航空公司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萬豪的積分 或者是希爾頓的積分 那這一次呢我剛好有這個做了一次兌換了 我覺得蠻不錯的經驗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因為我的朋友他之前去美國出差 他自己本身有大概4萬多點的萬豪的點數 但是呢因為他想要兌換的桃園大溪Leave Wasting 他需要四萬九千點 他還差四千點真的不夠 那我自己本身平常有在就是萬豪餐廳用餐的話 他其實都可以就是結帳的時候累積一些點數到我的這個會員帳戶裡面 但是我會員帳戶裡面就只有兩千多積分而已 其實不夠他換 他還缺四千點 所以後來我就從美國運通的點數轉了兩千進去我的帳戶 那因為他是一千積分兌換九百的萬豪旅想家 所以我轉換兩千積分就是大概給我一千八 所以抽一抽大概就是四千多左右 那我就把四千轉到他的帳戶裡面去 所以這時候他有兩個環節 第一個環節是美國運通的點數要轉到萬豪旅想家 第二個環節呢是萬豪旅想家 我的萬豪旅想家帳戶要轉到朋友的萬豪旅想家帳戶 所以這中間有兩個環節 第一個環節呢大概兩天就完成 所以我大概是禮拜二晚上 然後在美國運通的官網去發起就是兩千積分兌換的活動 那我覺得美國運通他們的系統真的是有點 就是新舊混雜 因為呢他是先用第一封這個舊式的email的格式 因為看就是很久以前的那種格式跟我講說 我已經登入了SPG會員 可是SPG是什麼 SPG是喜達悟 他在2018年的時候就已經被萬豪併購了 所以他其實已經不存在五年了 可是他們的系統還是會幫我就是登記說 我已經幫您登記了你的喜達悟會員 然後接下來第二封信呢 他在跟我講說我們已經開始正式幫你扣點轉換了 這是第二天早上的事情 那第二天晚上呢他就跟我講說 已經轉換完成了 所以我進去我的萬豪旅想家的會員集份裡面 已經有四千多點了 那我就把四千點就是直接轉換給我的朋友 跟他要他的姓名跟他的會員號碼 就轉過去呢瞬間就到帐了 所以這個會員跟會員之間的轉換 其實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我覺得這個倒是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朋友他就趕快去預定了 因為畢竟這種點數房其實說沒有就沒有 所以他也是想說要趕快就把它確定下來 不然的話每個人都去搶 那到時候就沒了 今天這一次的分享呢 就是跟大家解說到底什麼是美國運通的積分 那再來他的積分轉換需要花多少時間 官網都會寫說至少要14個工作天 但是他們的速度其實非常的快速 所以我可以在最快兩個工作天就到帐 那萬豪的點數在會員之間轉換 其實是瞬間到帐的 這個倒是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非常的快速 那我也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 要不要就是把我們的包括莫茂基積分 就是開放大家來做這個萬豪的點數兌換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蠻多美國運通的積分 那些積分其實轉到我自己的萬豪會員裡面 然後再轉去給你們 其實是不困難的 所以我們要玩到這麼進階嗎 就是當然我們不做販售 但是我們可以做兌換 但是呢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沒有在玩這個東西吧 所以就再說囉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或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你就是到粉絲也思訊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斗內都可以 我們有看到的話呢 都會在做節目跟大家回報喔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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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